川普會打臺灣牌 他會拿臺灣來交易 臺灣是一個交易的標的物 我想兩岸關係裡面 或是美中關係裡面 有關臺灣部分 最敏感是哪一塊 軍售 沒有比這個更麻煩 你講台獨都沒關係 軍售是最敏感的 跨紅線 所謂中共的紅線 就是軍售 那我想這7000多億買什麼東西呢 我一看到不得了 如果韓國的造船廠 到美國去設廠的話 那這個時候我就想到 賴總統講的那七艘的潛艦 跟要買到的所謂的這個 這個宗師就是 省頓級的這個軍艦的可能性 假大 因為川普的個性的話 他不會去召惠習近平 他可能就直接賣了 那賣這些東西來講的話 剛好我們就把付費也付掉了 所以我認為下一輪傳出來 我現在預測 預測就是說 由美國會製造潛艦來賣給台灣 那個潛艦哪裡來的 是韓國人造的 國防部現在準備要編列 7000多億台幣的這種國防 軍購預算的第一個謠言 我不知道有沒有確定 反正這個一直不斷 然後第二個我上禮拜看到 那個前印太司令的總司令 這個阿奇利將軍 跑到台灣來 拜訪了各黨跟總統 我覺得很快的這些 退休將領就跑來了 然後第三個來講的話 你看到就是說川普有打電話 跟這個韓國總統 引其瑞打電話 打電話談什麼事情呢 因為目前來講的話 全世界第一大 所謂的造船第一大國家 是中國大陸 可是第二大是誰呢 第二大是韓國 而美國的整個國家的生產力 一般產品一般的工業生產力 全面衰退 所以川普打電話給引其瑞 會談的時候是要希望 跟韓國的造船業合作 韓國造船業這三年前 世界第一 兩年前變世界第二 目前世界第二 所以原來一直很大 所以這個時候咧 那韓國的這個 這個就是大陸造船廠 現在改名叫韓華造船廠 買了一家在費城 在費城的一家美國造船廠 100%的併購了一家造船廠 我講這個事情講 韓國已經到美國去投資了 所以當韓國的造船工業 重工業全部進入美國的話 可以填補它原本想希望的 美國的重工業的空檔 因為我們有台積電的經驗 你看美國人非常懶惰 美國的工人 美國人從高中畢業開始 就領社會救濟軍 他不工作是他的常態 所以要靠美國人 能恢復他整個的生產力 非常困難 所以川普用的是什麼方法 就請韓國去幫忙 所以韓國已經去了 也買了造船廠 那我想什麼意思呢 讓我看到一個很有趣的消息 就看到一個北京以前的 一個美國駐北京大使 叫包士可還是包可氏 我這個名字我忘記了 反正這個人他昨天 前天講一句話 他說川普在跟對中在談判 在交易的過程當中 他會把台灣議題納入 換言之上川普會打台灣牌 川普會打台灣牌 他會拿台灣來交易 台灣是一個交易的標的物 我想兩岸關係裡面 或是美中關係裡面 有關台灣部分 最敏感是哪一塊 軍售嗎 沒有比這個更麻煩 你講台獨都沒關係 軍售是最敏感的 這跨紅線 所謂的中共的紅線 就是軍售 那我想這七千多億買什麼東西 我會看到不得了 如果韓國的造船廠 到美國去設廠的話 那這個時候我就想到 賴總統講的那七艘的潛艦 跟要買到的所謂的這個 這個宙斯就是省頓級的 這個軍艦的可能性 假大 因為川普的個性的話 他不會去召惠習近平 他可能就直接賣了 那賣這些東西 所以我講的話 我們剛好我們的保護費也付掉了 所以我認為下一輪傳出來 我現在預測 預測就是說 由美國會製造潛艦 來賣給台灣 那個潛艦哪裡來的 是韓國人造的 所以賴清德之前講說 要造七艘的這個潛艦 所以這樣看起來是 有所本 有所本 那個川普第一任 軍售第一任 就是拜登前四年就第一任 這個對台的軍售是最高的 最高的 川普最高 川普 川普啊 後來我講川普 後來拜登才慢慢慢慢的 跟著這個路上 其實當時川普在台美關係方面 做了幾件事情 第一個就是軍售這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 但是後來很多沒有交貨嘛 還有一個就是台灣旅行法 是川普首次開這個大門 讓台美之間的高層官員 能夠來往 以前都不敢 以前美國政府都不敢 就是川普幹的 但是他沒有執行啊 沒有 台灣旅行法還有啊 執行不利了 這幾年來 到了拜登就沒有 到拜登這幾年來 就按照他在台灣 慢慢慢慢 拜登這四年來 台美關係的高層會晤 絕對超過過去任何時期 包括馬正武時期 他的關係一步步升高 所以川普他的革新 其實在第一任時候 就有看得出來了 包含老師剛剛講的 旅行法的部分 那接下來我們講到說經濟的部分 這關稅 國際的關稅 是不是因為這個川普進來之後 就上任之後 可能會重新改寫啊 現在關稅 這個大摘問 現在目前我的瞭解是 這次在APEC裡面呢 你看的是除了這個拜席會 這個會之外 當然是沒有川普的一個拜席會 一個中美的高層會晤之外 其他的國家都利用這個機會 大家開始做什麼呢 就川普震盪以後的一個盤整 所以他們討論內容 在川普震盪下 紛紛的做一些外交 各方面的盤整 所以你看到 你看到習近平 建了這些國家的領導人 包括韓日 包括什麼I am out 什麼牛啊 這些都見面了 然後呢 習近平建了之後呢 然後就是中方嘛 美方拜登也一樣 在前17號吧 17號你看澳洲 美國跟日本的國防部長 他們也見了面了 所以大家都紛紛的 把這個盤整裡面 很重要的一個因素動機 是如何來對付這個關稅戰 我瞭解 我瞭解是日本跟韓國 現在已經開始 擬定出了一些措施 來怎麼樣呢 來補貼 對國內的一些補貼 因為預防啊 這個將來川普會擴大徵稅 因為大陸方面 他徵稅中國是60% 其他國家是10%到20% 一視同仁 同仁徵稅 而且這些盟國還要預防 還要預備款子 就是來應付軍費支出的增加 所以大家現在開始在 金錢中的打算盤 有兩個辦法 一個辦法就是 把這些錢我預許交給你 將來要靠你 不如我戰略自主 我增加我自己的防護力量 這是一種 我錢給你嘛 我算了 以後我們美人要交防護費 我乾脆我自己來再增加 另一方面 外交上面要改善 跟中國的關係 你看韓國也好 日本也好 都跟習近平見面了 習近平的調子也很軟 蠻軟的 就對這些美國過去的盟國 所以大家現在已經做好了 各種準備 就應付川普震盪來臨 我說盤整嘛 盤整 董事長怎麼看 就是現在看起來就說 包含這個APEC之外 接下來的G20啦 什麼的國際會議 可能大家主要這些國際領袖呢 談的都是怎麼樣來應付川普 我認為川普當然 他會在關稅上面 非常誇張的來推動 那當然最大 所以全世界經濟都受到影響 所以剛剛趙老師講 對在APEC每一個人都在談說 川普這個震盪 川普颱風之後 大家面對的是怎麼樣 來善後的這種準備 就是說到底世界準備好了沒有 但我看到很多人談法 像歐洲來講的話 並沒有準備好 歐洲現在亂七八糟 那現在 所以在這個事情裡面 最重要的一個國家 其實是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現在他有好幾個事情 要靠中國大陸 因為要俄乌戰爭要停止的話 他必須要中國大陸跟他配合 中國如果不配合的話 中國持續在購買 俄羅斯的原油跟天然氣的話 俄羅斯的晶圓就不會斷 那晶圓不斷的情況之下 俄羅斯的作戰能力 繼續會繼續維持 所以他一定要跟習近平合作 能夠要來徹底解決 俄羅斯問題的話 一定要中國配合 那中國不會配合他 因為目前來講的話 他們所謂的中俄朝伊朗 已經變成一個核心的集團 已經變成一個同一個集團 那這個集團的關係 完全是一個協作關係 綁得很緊 那川普要如何面臨到這個考驗 所以這個60%的關稅 他要非常快速的處理 然後同時跟台灣的打台灣牌 也會快速的處理 這也就是說他的高壓的政策 會立刻會推動到北京的頭上 那北京會不會讓步呢 北京不可能讓步 北京一定反彈的 一定會有 對應的作戰措施出來 所以北京也有這些相關的做法 就要把所有他自己的 一些生產的人力 以往比較 轉向到比較落後的國家去 像前一波是在越南 東南亞國家 他現在可能到非洲 到其他國家去 就是說他的相對的 北京的處理的對策 已經在不斷地在擬定了 但是目前來講的話 對大陸來講比較辛苦 因為大陸經濟情況 並不是很好 然後內部的情況 有他的隱形債務 他的國家債務 現在高達GDP的103% 這是非常大的問題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川普能不能夠跟北京 達成一個最後的一個妥協的結論 然後進而能夠很快速的 影響到普丁的這個力量 這兩件事情 經濟跟俄物戰爭跟中國 這是綁在一起的 我們台灣剛好倒楣嘛 台灣剛好是我們第一島鏈的 戰略前沿嘛 所以我認為台灣牌 將會是川普或是盧比歐這些人 首期第一段要打的牌 就打台灣牌 地段就開始打 因為他時間太短了 因為他任何措施 都要花很多時間 來談判 來醞釀 而且川普他還有其中選舉 所以他大概時間 壓縮在兩年時間而已 對 所以說他的那個 所以你看到他的那個 馬斯克他盯的時間嘛 就是在其中選舉前半年 要完成所有的 政府的這種採設任務 但更重要的我覺得是 他要立刻先解決掉 他個人的威望 所謂的美國總統一百天嘛 他在短時間之內必須要建立這個威望 建立不起來的話 我覺得他就灰頭土臉了 所以我認為這個短效的效果 要雷厲風情的一個重大的措施 能夠立刻要跟中國大陸 習近平跟普丁 包括台灣這邊要處理好 姐妹們總煩惱臉上細紋 乾燥與暗沉 現在請跟我一起放心交給 KS ROYAL FACE 皇家顏值逆時奇蹟系列 KS ROYAL FACE 皇家顏值逆時奇蹟系列 他添加五種EGF 他添加五種EGF 專門防止肌膚老化 強化皮膚修復 增加肌膚彈性水嫩 輕鬆不平皺紋 換回青春自信 KS ROYAL FACE 皇家顏值逆時奇蹟 國父路全修精華 精華霜 即刻啟動動靈密碼